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今天所使用的工具 今天明天都是使用Power BI 所以第一件事 我想还是从网路上来介绍一下 Power BI是什么 如果说你今天你输入Power BI 然后你去看它的图片 去看它的图片 这个你才不用跟我做 你你有没有发现 反正就是一堆的图 一堆的图 对不对 就是我们要画一大堆的图 请问你 这一大堆的图里面 可不可以放一个资料表格 当然可以 这等一下 我跟你讲 在各公家机关 还是希望说你可以检索 到底是哪几点特殊资料 等一下我们一点它就要直接跳出来 好这件事 那这个是视觉化分析的意思 可以吗 所以我们要教你视觉化分析 就算是表格都要做视觉化 再来 第二 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它会联动 所谓联动就是 比如说人跟人是不是可以互动 比如说我问一下 大家吃过早餐了没有 这就是互动 那在报表里面 是不是一堆的 一堆的一张图报表 一张图报表所构成 所以你点了这一张图 它这边这四张就会跟着动 你点了这一张图 其他的四张就会跟着自动改变 可以吗 你只要记这两个重点 第一个视觉化分析 就一堆图 第二互动式 互动式的一个图的呈现 可以 我现在先过来给你看 你看微软公司的解释 微软公司的解释 资料视觉化 没问题吧 所谓资料视觉化 就是一大堆的数据 把它变成一张一张的图 第二 第二 互动式 好吧 那这边互动式报表 有看到没有 互动式报表 我只希望你知道这十个字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希望 用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 来把那个数据背后的意义 意识 然后视觉化出来 呈现出来 然后让你跟别人去讨论 以后呢 主管就很习惯看说 你给我看图 好吧 看图可以直接 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观念在里面 好 那下载方式很简单 就是直接在这边 我就直接点选 Power BI下载 我还是快速讲一下 虽然你们都下载好了 这边有没有看到 下载Power BI工具和应用程式 第一个 而且这一定是到微软公司 这个powerbi.microsoft.com 请稍微注意一下 它已经变成Office 365其中的一套了 也就是在早期 那个Office里面有什么 Word Excel Powerpoint 有什么做网页的 有做专案的 现在多了数据分析 叫Power BI 你大概知道这件事就好了 点选下载 然后它这边有分下载跟进阶下载 我建议各位是选这个进阶下载 点选进阶下载 那你要区分 你的电脑到底是 那个想要装 繁体中文还是英文 所以这边这个 Slate Language 请切换选取 这个 Chinese Traditional 可以吗 好 稍微我放大一点 不好意思 这个 这个 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 好 下载 你要先选择语言 语言 我选择繁体中文 Chinese Traditional 然后接下来这边就点选这个下载 下载这边它分两种 一种是64位元 一种是没有写 没有写就是什么位元 32 可以吗 绝对不是16 因为我们离开16位元的时代 已经太久远了 所以你不用去管到16位元 那会不会是128位元 还不是 来打勾64位元 那你怎么知道你是64还是34位元 其实在如果你是用Win10的话 如果你是用Win10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如果你是用Win10 你打开这个档案总管 这个档案总管 然后滑鼠右键点这个本机的内容 他就会告诉你了 他的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 因为几位元 他是用作业系统来去判断的 所以我这一排是使用64位元的作业系统 好了 选择这一个打勾 然后就点选右边有一个nest nest 很奇怪 就是这个为什么不翻下一步 这边都翻成上一步了 对吧 好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就是说 就是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网页还是做的不是很好 好 好 来 点选nest 点了nest之后 他就开始下载了 可以吗 好 我这边我就不下载了 所以我就直接全部显示 先取消 取消 关掉 可以吗 下载完毕之后的安装 我就不带各位去做了 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下一步下一步把它装完 好了 请问一下 讲到这边都没有问题 我就把网页都关掉了 我已经讲完了 为什么使用Power BI 因为Power BI它可以做互动自报表 跟那个自觉化分析 然后接下来 那在这里 我把这些资料全部都关掉了